今日自然,白发变黑又希望了 新研究发现了逆转白发的开关 大家好,欢迎来到渣江面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白头发的问题 传统来讲,对白头发的认识有以下原因 1.基因决定 2.疾病干扰 心血管疾病,恶性贫血,甲状腺功能抗禁 胃肠道功能紊乱,白电风,贫血质等 都会导致白发早生 3.营养不良 偏食、挑食、不合理减肥以及经常吃外买 容易造成营养素摄入不均 如果人体长期缺乏B足维生素、铜、铁等营养素 白头发出现的概率也会升高 4.精神紧张 长期处于高压、紧张、焦虑、暴躁等情绪下 或是突然遭受精神打击也很容易长出白头发 这是因为精神压力会影响自律神经的正常运作 扰乱头皮的黑色素分泌 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一夜白头的情况 5.缺乏运动 久坐不动的人体内血液循环受阻 很难滋养到头皮 就会导致头皮的黑色素细胞分泌减少 白发也会随之越长越多 6.长期抽烟 抽烟会增加体内养自由基的生成 这不仅会破坏黑色素、引起白发 还会导致掉发增多 据统计 吸烟者头发早白的概率是非吸烟者的2.5倍 7.经常熬夜 睡眠不足会扰乱人体的自律神经 影响血液循环 使得毛母细胞功能衰退 黑色素细胞功能减弱 从而导致白发增多 8.不爱护头发 频繁烫发染发 头发扎很紧 洗完头不吹干直接睡觉等行为 也会增加白发、脱发的风险 还有人说白头发越拔越多 白头发不能拔 拔一根长十根是很多人经常念到的一句话 头发变白是衰老最早的迹象之一 而且通常头发变白后很难自然逆转 不过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最新上线的一篇研究论文 带来了预防头发变白 甚至是将白发逆转为黑发的希望 由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 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 领衔的研究团队发现 控制毛发颜色的干细胞 在毛囊中有一种过去不为人知的特殊移动能力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 这种干细胞会被堵住无法移动 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毛发会随着衰老而变白 还提出了让白发恢复颜色的潜在思路 设法疏通堵住的细胞 这种干细胞叫黑色素细胞干细胞 简称M-C-S-C 决定头发颜色的黑色素细胞就来源于它们 M-C-S-C和其他干细胞一样可以持续自我扩增 当它们在毛囊中获得足够的信号刺激 例如旺的信号 会从原始的干细胞状态向成熟状态转变 分化产生成熟的黑色素细胞 制造色素蛋白给新生的毛发带来颜色 控制发色的干细胞粉色所示 需要在毛囊底部的毛基之位置被信号蛋白激活 才能分化发育为生产色素的状态 又研究者利用先进的三维成像等技术 长时间追踪观察了小鼠单个毛囊中的M-C-S-C 发现在正常的毛发生长周期中 这种细胞在毛囊区间会有规律的上下移动 而这种位置的变化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接触到的影响其成熟度的外源蛋白信号就不一样了 于是M-C-S-C可以在干细胞和过度扩增的中间状态之间丝滑切换 相比之下 构成毛囊本身的干细胞就没有这种来回移动的模式 而是只会在成熟时沿一个方向移动 且不会再退回到原始干细胞状态 然而 随着毛发一次次的老化 脱落 再生长 M-C-S-C数量越来越多 最后被堵在了毛囊的龙突区Bulge M-C-S-C产生黑色素细胞的循环 在毛发的生长周期中 M-C-S-C上下移动 其位置决定了自我更新和成熟分化 这下尴尬了 滞留的M-C-S-C不能进一步发育成熟为过度扩增的中间状态 也不能返回到最初的毛肌质Hair germ位置 由于M-C-S-C在龙突区能接收到的信号蛋白Wand很少 只有毛肌质位置的几万亿分之一 因此无法生成黑色素细胞 结果就是 当毛囊继续生长 新长出来的毛发变成灰白色的了 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开展了一组实验 通过拔毛和强制再生加速毛囊提前老化 结果他们观察到毛囊龙突区的M-C-S-C含量从拔毛前的15%作用增加到50% 而这些细胞无法再生 产生不了制造色素的黑色素细胞 可以看到小鼠年纪轻轻就满生花白毛发 拔毛强制老化导致堵在毛囊龙突区的M-C-S-C增多 小鼠毛发变白 研究者指出 人和小鼠普遍都会随着衰老而毛发褪色 变白 其原因可能就是 M-C-S-C丧失了来回移动和变化的能力 人类很可能和小鼠共享类似的机制 人类的M-C-S-C可能也在同样的固定位置来回移动 这些发现表明 M-C-S-C的运动和可逆分化是保持毛发健康量则的关键 论文通讯作者Mayomi Ito教授说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有的人头发没白 已经没了 有的人头发还在 却都白了 研究团队表示 他们以计划研究恢复M-C-S-C-S的运动能力 或将他们物理性的移回生产黑色素细胞的毛机制 测试是否可以让白发重新变回黑发 我们拭目以待研究人员的新成果 我拭目以待